今天这斜了门的 商场真的人特别特别少 这种店铺里面几乎都一两桌一两桌 平时撒练晚上都能排队的主 今天没有做满 新地中心这是咋了 这么空旷 是要倒闭了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为什么你感觉今年挣钱很难 我告诉你几个残酷的数据 滴滴用户从4500万跌到了1000万 少了四分之三 携程旅游业用户从2600万跌到了600万 少了四分之三 星巴克的用户月活之前是400万 现在已经到了腰斩200万 去年上半年全国有46万家公司倒闭了 但是这几年唯一上涨的一个数据 就是Boss 执聘月活用户突破了一个亿 增长了将近100%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消费全面的在萎缩 大家都没有钱了 而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那是挤的杀的是头破血流 而现在还有一千万的毕业大学生都要再找工作 但是发现不仅老板少了 甚至老板自己都出来找工作了 做过生意的人应该都有同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钱越来越难赚了 其实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就是我们当下的经济形势 相比以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八九十年代 只要你有胆子敢创业 你就能挣大钱 如今演变成了现在的网红经济 你说咱们又不是网红 各行各业都卷成什么样了呀 普通的生意利润被压缩到了极致 对于社会底层生存更是非常艰难的 那房贷负债 婚姻以及疫情下的各种的压力 导致了大部分人的工资只够维持基本的生存 所以年轻人都选择了躺平低欲望的生活者 这很正常 大部分轻松赚钱的暴力却合法的生意 却早已被资本上乘瓜分了 留下的大多数都是吃力的 难度较大的 挣不到钱的 竞争激烈的 利润微薄的生意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在夹缸中生存 在夹缸中努力啊 你看 今年跑外卖的人 还跑不下去了 美团的佣金也降低了 水果店的老板卖了15年的水果 说今年最难卖 教育机构倒了一批又一批 因为大家都选择了不婚不育 没有孩子教育谁呢 今年的中村月饼也是最难卖的 商家都开始淡傻了 买面包送月饼了 金巴克的店里也是啊 就一个服务员了 我家附近的商场啊 全年都感觉是灰本的啊 一天都做不到几千块钱的生意啊 陆陆续续的超市关了一家又一家 哎 因为都在网上买东西啊 有的人说关了网购实体店就会好了 真的是这样吗 实体店真的是啊 都在贴着转租转租 哎 对此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决定在今年最后一个季度 外发型总值达1万亿人民币的国债 这些债务全部分配给地方政府 预测的赤字率将提高到3.8% 这超过了年初设定的3%的财政赤字界限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 这种大规模的财政注水 可能是为了填补地方财政的短板 进入了无毛的发烧时代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 于10月24日报道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已经同意国务院称发国债 以及对2023年的中央预算进行调整 这些新增的1万亿国债 将被用于特殊债务管理 中国的全国财政赤字 将从3.88万亿提高到4.88万亿 预计赤字率将从3%上升到大约3.8%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中国一直坚持3%的赤字率 作为一个警戒线 尽管近年来 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加 国内开始出现 是否越过警戒线的争论 但前总理李克强 始终努力将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 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 李克强在他任期 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 仍然将新增一年 政府预算的赤字率设定为3% 当前的政府决定 将赤字率提高到3.8% 实质上是决定 跨越了几十年来坚守的红线 这一决定被看作是凸显了 中国财政危机严重性的重要标志 在网络平台上 很多网友认为 政府大规模发行国债 意味着大量的货币发行 文毛发烧的时代开始了 和动力发烧机开启了 大幅度通胀时代 来临了中国财政部声明 新发行的万一国债 将全部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 分配给地方政府 主要用于灾后恢复和重建 以及重点防洪治理 等8个主要领域 在2008年 中国曾经投入 4万亿人民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以此来刺激经济 然而 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剩 很多项目都面临严重亏损 很多财经专家认为 如果中国继续通过 投资基础设施来刺激经济 预计效果将非常有限 此外 大批网友持有这样的看法 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 甚至连正常运行都困难重重 对于政府此次发行的巨额国债 虽然其民意上市解决民生问题 但实际可能只是用来偿还地方政府的债务或支付工资 救灾债 这是谁要买呢 是由各个银行分摊吗 这个进度走得太快了 这不过是帮助地方政府偿还救债 还大言不惭的说修水利 就像是为了人民的生活 那么多的地方债 我们不提本金 利息的问题有多严重呢 这点钱够吗 有一位网友做了一个计算 这就像是泥牛入海 钱一进去就没有了声音 基本上都用来支付公务员的工资了 在中国依赖财政收入的公务员 和各种临时工人总共约在南口的百分之十 也就是1.4亿人 平均每个月工资3000元 每个月的工资支出就是4200亿元 地方政府通过罚款 税收 打击土豪估计自己可以解决一半 也就是每月大约2000亿元 1万亿元的国债 大约只够发半年的工资 这种困境我在做生意时也遇到过 开源节流 关键是要开源 开源不是打击土豪 而是要发展经济 现在只能叹气 据估计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高达94万亿元 许多省份已经面临破产的禁地 纷纷向北京求救 今年7月24日 中国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制定所谓的全面债务方案 8月21日 财新网员引消息称 政府约15万亿元的特别融资债券计划已经启动 9月 内门股首先发行663.2亿元的特别债融资债券 之后 许多省份和城市陆续发行特别债融资债券 当时陆媒报道称 特别债融资债的重启 也意味着政府更多的所谓化债工具有望实现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